你需要什么 我去给你拿 那 笔记本 手绘版 还有床头柜子里第二层的那个 Hello Kitty的化妆包 阳台上的湿衣 电动牙刷 还有售口水 笔记本和手绘版 我知道了 喂 小川 好的 我知道了 好的 顾总 我这就去办 怎么了 周建青病了 在医院了 严重吗 应该不严重吧 这不是让我回去拿画板 接着画画了吗 我去吧 女生的东西你也搞不清楚 好 女孩要多吃一点水果 你看 这个芒果是从国外 专门空运过来的 谢谢靳玄姐 清清 你还想吃什么水果 我去给你洗干净切好 不用麻烦了 我随便吃点就行 没事 我给南州切水果都切习惯了 你是不知道它有多挑剔 水果必须让我切才吃 还配要大小一致 否则啊 就说影响口感 这货归毛到这种程度 果然是鸡皮 我和小川要去超市 你们需要点什么 雪梅辣 好 再买点蜡条 花梅 薯片 还有果汁 你不能吃 好吧 护手霜 再买根皮筋 最好是森米系的 你住院 带什么皮筋 那 还有什么 你能不能顺路给我带包卫生巾 那种东西 你自己买 不买就不买 凶什么嘛 不好意思啊 之前习惯了 死结屁喝过的水你都敢喝 不愧是星云副总 胆子真的大 为什么会分纯棉 棉柔和液体 有什么差别吗 顾总 其实咱们随便挑一个就行 不行 网上说 这个添加相经太多 这个不行 这个好 他现在还不能吃这些 我吃 你要吃 自己买 顾总 你不会 日久生情了吧 对那小丫头那么上心 我那是为了让他 跟我保持一样良好的生活习惯 再说了 他这次住院 那那也是因为我 你知道 三女戏是什么名声吗 三女戏就是 不知道 红尬发的时候 你们回来了 你熬的东西 谢谢啊 你不是芒果过敏吗 我就吃一点 她不能吃芒果 顾总对女孩子还真是心系呢 我只是 怕她才给我惹麻烦而已 你们俩没事的话 先回公司处理自己的事吧 她昨天晚上折腾了一宿 让她多休息会儿 南昼 要不你先回去吧 我留下来照顾她 不用了 那我跟小川先回去了 你要是有事的话 你也赶紧回去吧 我只是在依据合同 请甲方应进的义务而已 我知道 你是一个为乙方负责的好甲方 不过 我现在就想静静地休息一下 早日康复 才能成为优质的一方 是不是 行吧 那你好好休息 别过着麻烦 好的好的 来小虽爆炒 好 张一 你到哪儿了 张一 你来了 你不是说是有点小问题吗 我就是有点头晕 现在没事了 这都打上点滴了 还没事 别话了 休息会儿吧 那能怎么办 你看现在已经几点了 马上就要交稿了 但是 时间再紧张 也没有你的身体重要吗 这也是我的身家性命啊 我好不容易碰到一个 不拖欠稿费的公司 对于我来说 已经是老天爷赏饭吃了 我不能没有他嘛 还剩多少 发给我吧 我帮你发 那我分你的那一部分呢 放心吧 早就画完了 把分清发给我吧 师弟 关键时刻 还是你最靠谱 当你的搭档 二十四小时都带机惯了 能不靠谱吗 来来来 说分别的 说分净 说分净 来 我觉得这个构图还行 这边可以调整一下 调吗 那挪到这个地方 等一下 这个 这个也可以调整一下 在这儿吗 我觉得这样会不会有点太麻烦了 就是回点血而已 多大点事嘛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这丝毫不影响我该吃吃该喝喝啊 来了 来 你要是照顾不好他 就别在这儿待着 他不需要你 师弟是来帮我画背景的 周建青 你的病房里不许再出现画具 你要画 出了院再画 可是我马上就要截稿了 你还不出去 我没注意到调真 是我的错 那你呢 你把他一个人丢在医院 回来就是一同抱怨 你尽到了一个 作为他未婚夫的责任了吗 不 不是 你着急忙慌的想把我赶走 行 那他的工作怎么办 你知道漫画对周建青来说有多重要吗 所以周可以连他的健康都不顾了是吗 你真的了解周建先生有多喜欢漫画吗 只要靠近那么一点点的梦想 他就可以拼命冲到底 如果因为今天你的疏忽 让他丢了工作 你有没有想过他有多难受 拜托了 拜托了 这稿子对我真的很重要 要不是有张尹在 我今天真的要开天窗了 我不能没有这个工作 我会死的 你坚持要把这花口画完了 快点画 快快快快 快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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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线求胜 完美 太好了 那你现在可以走了 哪有你这么感人的 那我明天再来看你 那你慢点啊 都跟你说了不能吃薯片 那我吃辣条 辛辣也伤胃 这些都哪来的 张颖贡献的存货 所有都不能吃 那我还能吃什么 清淡饮食 水果 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 我是你甲方 不用跟你讲道理 我还能吃老婆 我可以吃老婆 你肯定吃老婆 我还要吃老婆 你肯定吃老婆